近日,美国一些政府高官多次宣扬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,引发在美华侨华人的强烈不满。他们普遍认为,病毒没有国界,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。当前,新冠病毒的来源尚不明确,这一带有明显种族歧视的说法是极端不负责任的。 在如此严峻的时刻,我们很遗憾地看到特朗普总统面对危局,情绪化地挑起种族偏见,错误地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。作为一位大国领导人,这是很不严肃的,甚至是比较幼稚的。病毒来源是一个需要科学家研究论证的问题,现在没有定论,把科学问题政治化也是非常不合时宜的。 最近我在电视线看到了美国总统的讲话,他说肺炎是Chinese virus,他的讲话是不对的,因为病毒是没有国家,任何人都可以感染上的。病毒是从哪里来的,我们都不知道。 美国侨界人士普遍指出,这一错误言论是美国当局无所作为,推卸责任的表现。 川普总统多次在公共的场合,使用中国病毒,引起美国华人华强极大的愤慨,就连美国主流也看不下去。 大家都认为,疫情当头,川普无所作为,将国内的矛盾和问题,用甩锅的方式推卸责任,用带有种族的言语,转移民众的焦点。 这是一个缺乏责任性,爱情,包容性和不敢担当的一国之同。 特朗普之所以这么说呢,其实他的目的无非是要转嫁危机,因为呢,美国股市,因为这个新冠疫情的原因,美国股市暴跌三千多点,各个州很多城市都封城,大量失业。 那么特朗普总统又要在今年竞选连任,所以他就拿出了这个中国病毒来转移矛盾,来把所有自己任内的一些失误和毒职,把它归结为外国因素。 自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爆发以来,部分在美华侨华人遭到无端歧视、骚扰甚至攻击,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,而此番错误言论更是激化了族裔矛盾。 美国侨界呼吁,在美华侨华人应团结一致,强烈谴责错误言论,同时在抗击疫情中发挥自身力量。 川普的讲话将几十年来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美国各主义之间良好、平等互信的关系,一下子紧张起来,已经出现了歧视华人的现象。 华人被无辜掠骂,被打,也有华人饭店被砸,同时也有很多华人买枪被组织了自卫队,因为华人觉得没有了安全感。 它会造成种族隔离,甚至会引起种族仇恨和暴力事件。 不论这场疫情是天灾还是人祸,但至少它不是中国人民所为的。 中国人民实际上和世界各国人民一样都是受害者。 我作为一个美国资深的媒体人,我所能做的就是拿起一笔做刀枪,来揭穿中国病毒这一挑衅字眼的险恶用心。 长期以来,海外华人华侨一直以赤库奈劳,团结互助组成。 所以我们海外华侨这次要团结起来,向白宫发请愿书,向国会议员表达我们的诉求。 同时,我们也要利用好我们自己的选票。 我们海外华人华侨目前最好的应对,就是在这举国疫情困难的时候,走出华人的小圈圈,融入美国主流,利用自己的优势多做奉献,和美国人一起抗击疫情。